玉礼的行动油车是花莲南区乡亲共同的记忆 玉礼证明陈国正自掏腰包购买了第一代行动油车 重新整修一番之后 9号黑熊市集开幕也成为了正殿之宝 和月小旧址的第二代行动油车遥遥相望 花莲邮局9号也特别开来正在服役当中的第三代行动油车来力挺 形成了三代同台的画面相当的细今 热闹的锣鼓醒尸开场表演象征才远滚滚而来 为今天正式开张的黑熊市集讨个好彩头 玉礼证明陈国正高度关注玉礼证的发展 称租镇公所限制土地空间设置黑熊市集重新火化之外 也自掏腰包购买第一代行动油车 重新整修一番后就放置在黑熊市集内展示 作为市集的正殿之宝 花莲邮局也特别开来了服役的第三代行动油车来相挺 和放置在玉小旧址的第二代行动油车 形成了三代同台的画面相当吸睛 黑熊市集除了是在地美味小吃饮品 玉礼高中原住民级一般也特别设摊 展示展授学生的作品 让地方更清楚了解学校的教育 假日才会过来 然后利用课语的时间来这边做 他们学习的课程来这边做一个呈现 也让社区知道原来玉礼高中上了哪些课程 那尤其是如果原住民艺能班 我们大概原则上会推广一些传统的编织 然后甚至是一个文创的部分 黑熊市集负责人陈国正说 重新活化闲置空间的同时 也串联周边包括知名的玉礼臭豆腐 小米天天圈以及黑熊生态教育馆等等的资源 打造玉礼旧国小特色商圈 吸引人潮前潮 我是希望说这个市集 它会让玉礼这边的商圈活络起来 然后这个邮政车是玉礼人所有的回忆 与玉礼臭豆腐仅一墙之腰的黑熊市集 规模虽小里头各式小吃 餐饮美食样样俱全 今天开幕后 营运时间将从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 也欢迎正名与游客民众 一起来创造玉礼镇小吃市集经济 记者是玉蓝玉礼采访报道